四爷 不带你这样的 你想让我如何 李怀安反问一句 一巴掌重重地落在他屁股上 再不管管你 迟早你要出 不打的祸 四爷 你坏蛋你 你欺负人 小崽子 在吗 四爷 你再打 我就 你就怎么样 我就哭给你看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四爷 大坏蛋 你怎么能打我的屁股呢 你真是羞辱人 我没有两千人了 我不活了 我好歹是一个女人呀 是你老婆 你老婆 就算是你要惩罚我 你能不能换一种别的方式 让我坐服务车 或者是养我脊座 或者是长跑 你不能打屁股啊 你这个坏蛋 你一点都不尊重人 你动不动就打屁股 我又不是小孩了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用教训小孩子的招数来教训我 气死人了你 凭什么呀 你就这么欺负我 你在我面前 不是小孩子 不是 觉得委屈了 委屈 说说看 哪里委屈 你不敢打我屁股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个 小依依接不上话了 干脆装模作样的哽咽了两声 抽抽搭搭的继续装傻 依依 你有没有考虑过 四爷是否会委屈 哦 四爷张顺欺人 小混蛋 先斩后奏这招 你打算用多少次在房间 当你答应我为止 不可能 小依依又想哭 敢哭出声试试 到嘴边的抽气声 顿时就被憋回去了 四爷 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好不好 我真的喜欢做演员 而且 您都已经在爷爷面前许过诺了 你不能出尔反尔 我何时出尔反尔了 我好好地拍广告 你非要来抓我 萧依依 你还有理了 是嫌打挨得不够 嗯 够了 萧依依 你少给我折腾点事 你什么都好 脸哭花了 自己去洗 打没少挨 事也没谈成 挥大发了 我还是需要 我来听说 那我能否修好